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电焊的工作项目 可能是厂商的施工不慎 详细的原因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所以引发在沉电池上方的 FRP盖板起火燃烧 还原是发经过自来水园区里头 本来有上百名游客 甚至有老师带着安静班学生来细水 却在远处发现火蛇后 原来在水池的大人和小孩 吓得猖皇逃生 第一时间园区就疏散了 上百名的游客 索性没有人受困 同学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 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我老师看后面 然后老师才告诉我说 那个我们要快点跑 这高点画面曝光 进水池上方的黑烟弥漫 被烧得焦黑 早已看不出原貌 游泳园区内究竟就有泳池 抽了四个泳池的水量 让火势在半个小时内迅速扑灭 不过平常就开放游玩的自来水园区 索性火警意外 没有发生在假日 不然游客众多危险性恐怕更高 谢谢周天姐 马玉环台北报道